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已经取得的成果 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 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 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粉碎四人帮以后 我们党虽然做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实行了改革开放 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 并没有完全清楚 我甚至解决这些问题 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